從水不能掩蓋 救你沒法分開你的愛 聖誕節在11月已經降臨英國 在市中心附近開了很大型的Christmas Market 雖然只是11月初,但已經有很濃郁的聖誕氣氛了 我們都沒試過在英國過聖誕節 只記得小時候看Mr Bean 看到Christmas Market很多東西玩 還有街邊交響樂廳 其實我看到旋轉木馬覺得很好奇 怎麼會這麼快? 在裡面卻不會暈的嗎? 我的頭暈了,我的頭很暈 繞了一個圈,BB很快就肚餓 所以我們唯有回家 下次再來看吧 延歸正傳,為什麼我們會分享Airbnb的影片呢?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分享過有搬家的想法 希望BB可以在溫暖的家裡過冬天 本來我們已經決定租一個地方 不過世事就像Doodoo這樣說 意外意外就是意料之外 突然發生意外,令我們不能成功入住 於是在沒選擇的情況下 我們就租了Airbnb住一個月 也很感恩在入住Airbnb無奈 我們很快也找到新的單位去住 新租住的地方,樓下有一個公園 很適合一家人去散步 或者約朋友在樓下見面 最重要是我們的皇帝住得舒服和開心 BB,新人要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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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現在天氣開始冷 室內我們不用開暖氣 已經好夠暖了 我們一起入Airbnb參觀吧 單位是位於市中心 因為交通方便的關係 令它成為一個不錯的落腳點 本身這個廚房已經包了很多日常會用的餐具 以及廚房的電器 真的很方便 也有微波爐,熱水壺,多士爐等等 最棒當然是有一部洗碗機 簡直是主婦因物 只不過房東只提供了三粒洗碗球 如果想很頻密地用洗碗機 唯有額外賣洗碗球 雖然雪櫃之前也有其他人用過 但打開其實這樣看也覺得很乾淨 最重要是裡面是沒有異味 之前試過看租盤打開雪櫃 竟然大咖喱還沒沖到鼻子裡 這個單位的優租房在廚房來說 算是挺大間 裡面有洗衣缸衣機 有吸塵機和地拖等等 整個配備都很齊全 感覺可以準備好住一段時間的地方 這個單位有兩個浴室 浴室內的空間很足夠 但關頭也沒問題 最重要是廁所清潔得很乾淨 我最喜歡這塊超大玻璃鏡 其實在我們住的一個月期間 花灑有少許問題 所以我們聯絡Airbnb的主持人 他們很快安排師傅上門維修 三兩秒就完成了 我們在這裡住一個月 大概用了2700磅左右 其實我們都覺得超貴 因為算起來一個月差不多三萬元港幣 不過沒辦法 這間已經是當時最便宜的選擇 唯有頂眼上 由房望出去的景觀很開揚 不過… 旁邊有地盤呢 雖然這個單位是19樓 但也有一種沙塵滾滾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我承認心理作用 事於房間裡 也有足夠的地方去擺衣服 還可以燙衣服 每個廁所只有兩卷廁紙 還有旅行裝的洗澡液和洗髮路 每15天就會review一次 這麼少就一定不夠用 所以其實住在這裡 都要自行購買梳洗用品 以及清潔用具 住市中心Airbnb當然是方便 不過晚上其實都蠻吵 我們19樓都會聽到行人的笑聲 更誇張過包租婆的屁股工 除了很吵之外 住市中心也要特別注意安全 唉…其實帶著初生BB去搬屋 真的很不容易 雖然過程很艱辛 不過看回頭也覺得是適合的選擇 因為現在住的這裡 比以前住的舒適和嫩很多 最最最最感動的是 有體貼又溫柔的老公 才可以一邊照顧到BB 一邊去搬屋 果然是神隊友 在過程中我學會更需要多感恩 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困難 反而要把焦點放在自己已經擁有的一切 以及身邊的人上面 我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我們很喜歡的詩歌 唱得難聽 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首歌是說上帝如何去愛我們 不會因為環境或事物的變遷而去改變 祝福大家可以經歷上帝完全的愛 祝福大家可以經歷上帝完全的愛 我攀升月嶺 我攀升月嶺 尋找你的情人 你卻在我身邊 為我護人 沒有懂 everything 沒有擁有什麼可以但擁住 如何猶索 你心腹 總長一生來過 以前你受隱 deutlich的飲食 你 gef sighséc溜溫 你們 покind muito canal在那間 younger Nas exponentially 你为我松开群绑 唯独你让我始终失放 住在你的内 早夜不连改 见手拖大未来 如你听爱情 中水满忍忍忍拐 独你不怕分开 你听爱 独你不怕分开 你听爱情 独你不怕分开 你听爱情 优优独你不怕分开